说人情冷暖 素世间百态 大家好 欢迎收听脆话的秘密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我跟何磊的渊源得追溯到我还是一个细胞 那时我们两家住对门 何磊看着我在妈妈的肚子里一点点长大 成为一个婴孩 我的童年少年我而伴是他 青春期里每一个 起立粉红的梦中主角也是他 他长得清秀挺拔 就像一株雨后的青竹 所到之处总会引起不少女生的侧目 他还天赋过人 明明到处疯玩 只要考前抱抱佛脚 就能考出令人艳羡的成绩 这样的男生谁会不喜欢呢 我们的父母常常打去说 以后要结儿女亲家 我也一直以为何磊不否认 便是默认了父母们的说法 我心里乐子滋的盼着快点长大 可以穿洁白的婚纱 成为她的新娘 高考那年何磊考上广州一所大学 离开家乡前她摸着我的脑袋说 妙玉你要加油哦 我抱着她的胳膊 哭得满脸湿泪 心里暗暗发誓 我也要考去广州找她 经过两年暗无天日的疯狂复习 我的愿望实现了 我盼了整整一个暑假 终于盼到开学 见到何磊那一刻 我全身都僵硬了 因为她身旁站着一个长发飘飘 面容较好的女生 那女生挽着她的臂弯 笑得温柔甜美 何磊给那女生介绍说 我是她妹妹 直到此刻我才明白 原来她从来没有喜欢过我 她只是把我当妹妹 我心里满是苦涩 收敛了所有的期待和欢喜 强颜欢笑地 退回了一个妹妹的位置 保留双方的体面 大学四年 我看着何磊一次次恋爱又失恋 每次恋爱 她都跟我分享她的心情 失恋时又抱着我嗷嗷哭 说她再也不会相信爱情 以后就陪着我一起过 我看着她在爱情道场里修炼 反反复复蜕变 心里全是悲凉 她从来不知道我也喜欢她 我甚至比她身边任何一个女生 都喜欢她更多 她为了女友考上了本校的研究生 没过多久 两人却分手了 她自觉伤透了心 要退学 出国 我鼓起勇气跟她告白 求她别走 她愕然 摸了摸我的脑袋说 妙玉 你还小 要好好读书 她离开后 我觉得整个校园失去了颜色 只剩下黑白的荒芜 何磊在国外时 每天都会上网跟我聊天 诉说她在异国他乡 求学的艰辛和孤独 她说她想我 很怀念我们相伴着走过的每一天 为了跟她聊天 我不顾地球两端的时差 常常在凌晨包着笔记本 坐在寝室走廊边 陪她度过一寸又一寸孤独的时光 她经常给我买一些小礼物 寄回来 还亲手用木料雕刻了一个我 面目清晰 栩栩如生 她说她把这个我放在枕边 看着我的笑脸才能睡去 我的心渐渐软成了一滩水 我以为这便是爱 大三那年为了给何磊一个惊喜 我做兼职几个月 买机票飞越半个地球去见她 她开门看到我的那一刹那 满脸都是震惊 她的身后还站着一个 金发碧眼衣衫不整的姑娘 那一刻我什么都明白了 原来还是我自缩多情而已 毕业后我回了家乡 考入了公务员系统 我申请了新的微信 还有栏里没有何磊 我将旧手机竖着高阁 克制着不去想她 也不找她 何磊给我打过几次电话 我都借口要忙工作 匆匆挂掉 我想再够一点时间 我会走出来的 四年四月何磊回来了 她还是那么明俊逼人 意气风发 我们的父母都很高兴 明里暗里 错和我们在一起 那夜聚餐结束后 何磊带着我 一起走过街心公园 那是我们小时候 最爱去的地方 一眨眼 我们就从不懂事的志同 变成了这城市中的 风月男女 曾经两小无猜的情谊 此刻却面临 无处安放的尴尬 何磊看着灯火闪烁的湖面说 那年她在国外 过得异常艰难 我见到的那个外国姑娘 只是她房东的女儿 她可以对天发誓 她们之间清清白白 什么都没有 我的眼睛里 瞬间变起了雾 原来我还是爱着她的 听到她的解释 心里已经信了几分 她又说 妙玉 每次想起你 我都觉得 尽相情切 这么多年 我既渴望靠近你 又怕靠得太近 会伤害你 我可以接受 任何一个女朋友离开 但不能接受 你也离开 如果我的生命里 再也没有你 我一定会疯的 那一刻 她看我的眼神 温柔如水波荡洋 瞳孔里有我的身影 我呆呆地看着她 不知道该怎么反应 她突然上前一步 轻轻将我拥进怀里说 傻瓜 我的暗示这么明显了 你就没有什么话 对我说吗 多年的暗恋 得到回应 似乎全世界的烟花 都在我的脑子里炸裂 得知我们真的在一起了 最高兴的 莫过于双方的父母 他们兴奋地幻想将来 甚至已经想到 以后要帮我们带孩子 那几个月 是我有生以来 过得最快乐的日子 我除了上班 恨不得每一秒 都跟何磊逆在一起 我们牵手走遍了 曾经走过的每一段路 回忆着我们曾经做过的丑事 我想向全世界宣告我的幸福 没过多久 何磊突然说 他要离开家乡 去北京打拼 我惊呆了 不敢置信地看着他 他说 他不想一辈子憋屈在小城里 作为一个男人 他渴望去包容性更强的大城市 施展报复 做出一番事业 他要更拼命 才能匹配这样好的我 我已经被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 震晕了 失去了语言能力 只能呆呆地 看着他的嘴唇一张一合 却什么都听不清 他似是察觉到了我的不对劲 两手扶着我的肩 摇了摇 问道 妙玉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走 我苦笑 我的工作在这里 我家人朋友同事在这里 你要将我连根拔起吗 我父母只有我一个孩子 我走了 他怎么办 赫磊叹气 人不能总是为别人而活 最终我们谁也说服不了对方 不欢而散 那两天赫磊没有找我 我主动去找他时 赫磊说他已经去北京了 我整个人都傻了 根本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 他竟然就这么走了 没有跟我说一声 当晚何磊给我打了电话 我没有接 他要给我的微信留言 妙玉 很抱歉 我一个人走了 我仔细想过 还是不想到吹吹老蚁时 悔恨年轻时没有尽力拼一把 你放心 等我这边稳定了 就把你和咱们的爸妈都接过来 我不知道是该夸他自信 还是该嘲讽他自负 那可是北京啊 寸土寸金的北京 他以为在那里安家 还带上四个老人 是很容易的事 爸爸妈妈 得知何磊去了北京的事 气得脸色都变了 妈妈哼道 我看他呀 就是吃定了你 以为你非他不可 女孩子的青春 也就这么几年 哪经得起他拖 赶明儿 我就给你介绍个 十个八个的青年才俊 咱才不在他这颗歪脖子上树上吊死呢 爸爸虽然也很不高兴 但还是劝道 小蕾是咱们看着长大的 心眼不坏 咱再等等看吧 别急着做决定 那天和妈下楼 我挨到了脚 和爸刚好被单位派遣下乡 我看和妈一个人实在窘迫 心软了 每天给他做饭送饭 帮忙照顾他 妈妈嘴里骂我傻 但他跟和妈到底是二十几年的闺蜜 他也跟我一起轮流照顾和妈 帮忙搞卫生 和妈家里有什么重活累活 爸爸也帮着做了 那一年的夏天似乎格外的长 而深秋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转眼间便进入到了冬季 圣诞节那夜 和磊给我打电话 吱吱呜呜的说 他打算在北京安家了 我愕然问道 你不回来了 他说 一个北京姑娘怀上了他的孩子 他得为他负责 他的语气充满了无奈 隐隐责怪我 当时不愿意跟他一起去北京 他才抵抗不住 一厢求生的孤寂和艰难 被迫将就了那个女人 那一刻 我的心里 似乎有什么忽然倒塌 只剩下满目疮痍的废墟 后来我才知道 那个女人是何磊领导的女儿 他家里在北京有几套房 不在乎何磊是外地人 不在乎他家底薄 只图他这个人 那一夜我哭肿了眼睛 妈妈气得要去找何磊算账 何爸何妈率先登门向我们道歉 他们一遍遍的跟我说对不起 但是说再多对不起 又有什么用呢 拯救何磊还是负了我 自从何磊结婚后 爸爸妈妈就带着我搬了家 跟何爸何妈的来往也渐渐断了 我依然走不住被抛弃的伤害 想起何磊总会失声痛哭 如果我从来没有跟他在一起过 那此刻我不会这么崩溃 尝试过那样的美好 得到后再失去这样的打击 让我痛不欲生 他像一阵飓风刮进我的世界 又毫不留恋地刮走 只留下七风苦雨 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我得了抑郁症 最艰难的时候 我把水果刀压在手腕间 狠狠滑下去 我不想这样 但我控制不住自己 看着阴红的血冒出来 我感觉不到疼 只觉得就要解脱了 后来爸爸妈妈发现了我的异样 送我去医院 妈妈哭着求我不要做那傻事 不要让他们白发人送黑发人 太残忍了 看着一向端庄优雅的妈妈 痛哭流涕 我害怕了 心里也很后悔 我怕我走了 爸爸妈妈老无所依 我不带寻死 但是我也失去了生气 如同行尸走肉 第二年妈妈病倒了 从他确诊癌症到去世 只有短短三个月 我后悔之前 满心满眼都是喝泪 看不到爸爸妈妈为我操碎了心 看不到他们发病边的点点双白 我请了长假 没日没夜的陪在妈妈身边 祈求上天灵犀 让妈妈多活些时日 妈妈去世前颤抖着手摸着我的脸说 奶奶 别再爱她了 世上好男人多得是 我握着她的手感受她微弱的体温 拼命点头 泪如雨下 好 妈妈 都听你的 妈妈去世后 我积极寻求专业心理干预 按时吃药附减 闲下时我跟爸爸一起健身 陪爸爸下棋遛鸟 跳广场舞 我在好几个深夜里 听到爸爸压抑的哭声 我知道 她想念妈妈 如果不是不放心我 她大约会陷入丧气的痛苦中那一字八 我也想念妈妈 我更想自救 想变回从前那个自信乐观的自己 不想让妈妈在另一个世界 也为我牵肠挂肚 何磊婚后也找过我几回 每次都是在凌晨 她明显喝醉了 叙叙叨叨地跟我说她的不胜心 吐槽岳父母和妻子的强势 我没有拉黑她 时不时嗡一声 表示我在 她的存在已经被时光这把刀 深深刻进了我的骨血里 一时半会儿拔不出来 爸爸也能理解我 她说 妹妹 你需要时间 慢慢来 爸爸陪你 开春后 何磊突然离开北京 回老家发展 她找到我 说过去她太傻 不懂怎么爱一个人 伤害了我 兜兜转转一大圈 才发现最爱的人是我 她说她离婚了 问我能不能再给她一个机会 我看着这个我爱了很多年的男子 迎着她期盼着目光道 再说吧 她欣喜若狂 发誓会对我好 再也不会让我难过 爸爸听说何磊又回来找我 气得要去找她拼命 我拦住了 求她不要插手我们之间的事 何磊就像突然开窍了一般 不像从前那样被动等我联系她 而是对我嘘寒问暖 节假日时 她会精心给我准备惊喜 平时一有空就接送我上下班 我才知道 原来她不是不懂得怎么爱一个人 而是过去的她 认为我不值得她这样爱 在我28岁生日那天 我邀请何磊来家里吃饭 她很兴奋 是要给我一个惊喜 那天我和爸爸虽然没有沟通过什么 但却心有灵犀地一起做了一桌菜 何爸和妈也来了 这顿饭大家吃得和乐融融 我们仿佛回到了旧时光 何磊常来我家蹭饭 我的爸爸妈妈给她夹菜 或者我们两家一起聚餐 就像我们还是那样 两小无猜 两个人之间从未有过爱恨情仇 饭后 何磊掏出了一个红丝绒盒子 当着三个斩杯的面 担心跪地 向我求婚 我俯视着她 温柔而坚决地说 对不起 我不愿意 那一刻她的脸色很精彩 似乎是很意外 又夹杂着羞恼和愤怒 我说 何磊 今天请你来我家 就是想跟过去告别 从今以后 我再也不爱你了 我们那些美好的过去 我也会忘了 以后不管你过得好与不好 都跟我无关 你好自为之 何磊又惊又怒 气愤地质问道 温妙玉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 我很过分吗 不拒绝不接受 时不时掉一把胃口 这些 不都是你曾经对我做过的事吗 我对你所做的一切 不及你带我的万分之一 她语色 脸色 忽红忽青 以前每一次我下定决心 要远离何磊时 她又会对我百般温柔 让我以为自己还有希望和机会 她就像懒心无常的 逗弄一只宠物狗 只在乎她玩得开不开心 不在乎我的感受如何 倘若她坦坦荡地拒绝我一次 哪怕就一次 我也不会这样恨她 因为她一次次不负责任地撩拨 我越陷越深 这一次我终于把她踢出了我的生命 彻底抛下心里的包袱 轻装上阵 年少时不能遇见太惊艳的人 会因为求而不得 一身孤独 但是 只要咬牙扛过去 便能圆满 比如我 而一个年少时不能太顺遂 会因为太容易得到 而狂妄自负 日后只剩下坎坷 比如何磊 曾经我爱得毫无保留 何磊 是爱性凶 我以为 我对她的爱永远不会消失 我这辈子都走不出来了 妈妈的离去 让我对所谓的爱的信念 动摇了 我以为妈妈会一直在我身边陪着我 没想到 不过一场的疾病 我们就天人永隔 我尝试着把自己 对何磊那些眷恋和单相思 一点一滴抠出身体 碾碎在时光里 我尝试着敞开胸怀 接纳更多的朋友 才发现 原来我并不是非他不可 这世上 哪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呢 跟何磊决裂后 我休了年假 带爸爸一起外出旅游 青山绿水 确实有疗愈功能 旅途中的去事 不但让我的心情变好 也让郁郁寡欢的爸爸 脸上多了笑容 在厦门 古浪雨参观 万英之母林巧智的纪念园时 爸爸看着林巧智的雕像 突然感慨道 你刚出生时 跟这些婴儿一样 就那么一点点 比猫咪大不了多少 一眨眼你就变成了大姑娘了 你妈妈 也离开了 要是你们俩都不在 我一个人活着也没什么意思 我的心猛的一颤 我知道 爸爸已经思念成疾 我把头靠在爸爸的肩上说 爸爸 我会找到一个爱我的男人 我会跟他结婚 生几个可爱的孩子 孩子们会嬉笑地喊着你老爷 我们可以拍很多的照片 给妈妈看 你要陪着我 我没有养孩子的经验 肯定会手忙脚乱 爸爸的深情一动 眼里亮起了光 他拍拍我的手 嘴唇微微颤动 好好 我要陪着我的奶奶 等着当老爷 林间风声速速响起 就像来自天堂的妈妈的祝福 这世上有很多 比爱情更重要的事 等着我们去做 每颗真心都应该留给 懂得欣赏他 爱惜他的人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地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翠花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点击说明里的链接 关注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翠花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